李鸿章出见马克沁机枪 不过也就是在这种动荡的年代才能涌现出许多的能人意识为了救国奉献出所有像晚清著名的臣子李鸿章 这个人在历史上人们对于他的评价有好也有怪毕竟人无完人 虽然李鸿章有做过很多令人不满的事情 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李鸿章在我国的政坛上是一名十分少见的开明大臣 他是清朝洋务派的代表 李鸿章深知我国的科学技术落后 洋务运动就是为了向西方多学习一些先进的知识 创办企业为我国实现近代化做出贡献 在这场运动中李鸿章为了提高清政府的军事实力 首先创建了北洋海军更是从英国和德国手中买下了大量的舰船和先进的大炮来强大军事力量 西方看见清政府如此大量的武器订单 可以说是喜笑阳开 谁会不喜欢这样豪气的金主 于是 纷纷带着自己的武器去寻找李鸿章 想将自己手中的铲铁推销出去 而李鸿章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外国武器的优劣之态 多次出国进行考察 展开全文19世纪60年代 在德国考察的李鸿章被一挺名为马克契机关枪的重机枪深深吸引 这挺机关枪是由美国设计师马克契所研制 于1883年研发出 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运用火药燃气为能源的自动武器 它不仅能够连续不断地进行设计 而且一分钟就能将600发子弹全数打出 这把武器在一战的时候就已成名 所有核之战中 德国人就是使用这挺机枪 才能在短短的一天之内 将英国六万名士兵全数消灭 人们对其倍感恐惧 将它称之为把腹制造者 在那个时候 这挺机枪才刚刚面世 并没有普及全球 只有少部分的德军和英军才有装备 这挺武器被眼光独到的李鸿章一眼相中 更是要求军火公司的代表进行实战演练 当德国人得知后 内心十分的欢喜 在训练场代表向李鸿章展示了 这把枪如何在几十秒的时间内 将与远方一块数千斤重的靶子射得千疮百孔 看到这样的成效 清朝随行的代表很是喜悦 更是感叹能拥有这样的武器 日本和其他国家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正当代表们喜悦之时 李鸿章的表情却极为奇怪 还不住地摇头 在实验结束后 他连抢的价格都没有询问 就只问了人家这几枪一分钟能打出多少发子弹 这时候的德国人 看着清代表喜悦的表情骄傲地回答道 这把枪的速度很快 一分钟的时间内 就能将五六百发的子弹全数打出 李鸿章听后连连摆手 心酸地表示太快了 大清根本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子弹消耗 虽然大清的国力在不断地增强 但是资金在舰船和大炮上 已经花了很多很多 如果将这艇机枪固入 那么子弹的费用将会是一笔天价 这才是李鸿章不住摇头的真实原因 属实令人心酸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